卫生统监拿多诺西山星期一在面子书发文 指国内有1472名回国的公民 在居家隔离的第13天没有现身 进行第二次新冠病毒检测 这些不负责任的人士犹如即时炸弹 很有可能传染病毒给其他人 高级部长拿多斯利·伊斯麦·沙比里发出警告 政府准备派遣警方上门找出这批人 我国6月10日起落实回国者居家隔离措施 截至6月29日在5909名居家隔离人士当中 4437人已经完成了两次的病毒检测 当中发现三人染疫 更令人诧异的是 有1472人没有遵守防疫准则 至今还没现身完成至关重要的第二次检测 部长提醒这1400多名居家隔离者 尽快联系县卫生局以做检测安排 伊斯麦也透露政府已经批准所有大专院校的复刻 高等教育部部长拿多诺莱尼将会择日宣布 重开日期等相关细节 此外部长也进一步说明 随着政府允许按摩及水疗服务领域开放营业 其他相关服务如拔罐、推拿以及产后按摩等等 传统医疗也获准副业 马兴师电视采访报道